其卫心、性微含、龟肺、膀胱、大肠筋 具有清热解毒、化痰排浓消腰、利尿消肿通灵的作用 主治肺热喘咳、肺庸土浓、猴鹅、热粒、虐疾、水肿 臭腫疮、热粒、湿疹、脱缸等病症 植物抗生素 各种炎症都能消于新草作为天然而又安全的植物抗生素 最难得的是它的药性可以通达体的上中下三胶 上至咽炎、肺炎、下至尿道炎、膀胱炎、肾炎、外至面板上的炎症和泡疹都可以通至 鱼心草还可以用来调理各种细菌、病毒引起的感染 如风热感冒、流感、泌尿系统感染、生殖系统感染等等 一、鱼心草汤 调理黄胆形肝盐 每天用三斤新鲜的鱼心草煎成浓浓的汤口符 可以调理黄胆形肝盐 各种肝盐都可能引起黄胆 黄胆是身体有严重湿热的表现 鱼心草可以消炎 彻底驱除身体的湿热 肝盐病毒没有了赖以滋生的土壤 自然就不能作怪了 二、鱼心草 治疗痴疮鱼心草洗干净 量的多少根巨锅的大小定 没有特定要求 但越多越好 放在锅里用水煮开 然后把水和鱼心草放到弹鱼里 直接做在上连蒸 等水快凉的时候用水洗一下痴疮换出 效果非常好 长期使用不容易复发 三、鱼心草 治多种面板并用鲜瓶导致屠敷 或兼致口服 均有清热消肿 除肺质养的作用 用全草煎水外洗至天泡窗 脚犬 四、鱼心草水 退烧鱼心草可以调理上呼吸到感染 能退烧又能止咳 在风热感冒出起的时候 马上喝一些鱼心草水消炎 就可以起到退烧的作用 这一招对于老和小孩特别实用 因为一般的退烧药和抗生素药 对于老和小孩来说副作用比较大 而鱼心草是食物 性质平和 非常安全 五、鱼心草水 调理感冒后一症不仅是老年 年轻患了上呼吸到感染 往往拖上好长一段时间不能断根 咳嗽不止 很难过 这是由于身体内的湿热鱼毒没有清除 也就是炎症未消 坚持服用鱼心草水会有很好的效果 推荐食谱1、鱼心草茶、原料、适量晒干鱼心草 做法、沸水冲泡 功效、预防慢性咽喉盐、气管炎甚至肺癌 鱼心草具有较好的消炎作用 泡水喝能减轻抽烟对咽名的伤害 所以咽名可多喝鱼心草茶 2、凉拌鱼心草、原料、煮料、鱼心草250克 调料、精盐、味精、花椒粉、辣椒油、白糖 制法、将鱼心草去砸洗净、切成段 再用盐水泡几分钟 放味精、精盐、花椒粉、辣椒油、白糖 拌匀即可上桌 功效 鱼心草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 做成凉拌菜对上呼吸道感染、肺浓阳、尿路炎症、乳腺炎、蜂窝组织炎、中耳炎、肠炎等有一定疗效 提示 鱼心草杏盘不宜多食 3. 鱼心草炒鸡蛋、原料、煮料、鲜鱼心草150克、鸡蛋四汁 水和盐、炒至鸡蛋熟而入味、点入味精推匀即成 功效 此菜是由于心草与润肺利焰、清热解毒、滋阴润造的鸡蛋相配而组成 具有清热解毒、滋阴润肺的功效 可作为肺炎、肺浓阳、臃肿、虚劳出血、目视、热力等病症患者辅助营养时疗菜肴使用 点准一下 字幕佐建我的计算 点赞 元 御子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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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g 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